在EJ市场的时间 声音画面有没有问题 刚才我说了几分钟 没人看到的 不要紧 刚才说了美股的事情 我们来说港股的情况 大家要最关注 这两天港股也是继续沉顶格局 每到新台阶又再回回 昨天曾经升百多点 再创是近十年以来的高位 现在有没有声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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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声音的话 再通知我 我可能要再由头来一次 好 因为我的电话 都不太接收到 现在 港股下 继续在高位增持 还有成交方面 连续7天过千亿 这个状况 其实在2015年的大时代之后 第二次再出现 反映的资金相当暢旺 还有技术走势也是不错的 继续在成交率密集 2万8千6之上 维持着反复沉顶的格局 当然要居安私危 任志刚常常提醒我们 要留意着强大的北水流入 分分钟是见顶的先兆 因为根据研究部的资料显示 原来以往北水多的时候 反而是恒指见顶的先兆 因为继续留意着 北水流入的情况 不是叫你现在沽 但注意着风险管理的措施 另外要提到强弱势股指数 和三线市宽的表现 弱势股指数升1.3% 不知三线市宽全线向下 短线市宽跌两个百分点到43.8% 即是反映现在市场的成交指数向上 其实是靠着几只重磅的蓝筹股大动 不是整个股市都受惠 所以你可能很深切感受到 为什么别人的股股不停升 但自己也猜有没有份 有一个可能的 至于今天的个股短片 我们讲一下隔离汽车 回复强势 早前曾经下试过 50天市的水平抵得住 之后又再反弹 最近还错过高位 破之前的水平的顶 昨天破了 还有你看看下面的势头能量相当强劲 全部都是绿灯来的 什么时候出的绿灯 我们看看那个势头 按这个势头这个按键 什么时候出的绿灯 就是2016年的4月 当时的股价就是3个多 现在正在做28个多 如果由计计去年的4月开始到现在 已经升了超过6倍 昨天的吉利再升超过6% 当然另一个焦点就是不用估计 当然是腾讯 今天就会公布这个季绩 市场预期截至9月底子的第三季的季绩 腾讯第三季盈利 估计按年增长三成三至四成半 介乎140亿人民币至154亿人民币 花旗的报告就预测 第三季的腾讯的增值服务收入是增长三成二 其中网络游戏收入按年增长三成 社交和通讯收入按年增长三成六 焦点是智能手机游戏的收入按年增长 估计会有六成一 主要是来自王者荣耀、天龙百步等等的游戏 但未来的新游戏 都可以憧憬一下 我们上次不是介绍过一只新的射击游戏 另外相信广告收入 估计按年增长有五成 最近腾讯估计相当强劲 是这样破顶 亦是带着市场 我们再看它的走势图 当然是没有什么海货区 现在正在破顶 至于它的势头能量行不行 我们按这个Transtring 就会看到势头能量 即这些绿色的灯 当然是厉害 而且很明显 就算它不升那一陣子 其实它也是继续维持着高灯 即是四个灯、五个灯之间 其实可以看它的RA 即是它的轮动图 现在它继续在领先方格 虽然它的动力就没有再增长下去 但这个表现仍然是不错的 仍然是强劲的 是这个绿色的领先方格 好了 今天就继续留意着 这个腾讯的季绩表现 相信收市之后就会有数 Kevin就说希望今次 700不要见光死 大家这么说 现在的信号继续持续信 那是什么 小珍什么事 是吗 这个我也不留言 那怎么看700 Seph就问 怎么看700 我就是股东之一 来的 我也是看好的 当然它有时候会升升跌跌 大将小回 你看看它刚才 可以教大家 看它年头升到现在 它有一定时间 你想看它年头升到现在 你按这边这个按钮 那就是有两个 有个L字的 那你呢 譬如说我想看它由12月30日 升到现在升了多少呢 其实它已经升了是115% 升了210元 在这个215那家日里面 这个也很好用 我经常都用的 除了说腾讯之外 我们可以试试一下 继续它的细腾能量灯 是绿色的灯 那我其实如果看股票 我看几样东西 看它的细腾能量灯 那它呢 这个信用光学 之前的灯是减了的 那你这一刻 如果是沽了货 那就正了 因为你之后看到这些灯 上去4个 那你可以再买了 那现在也是4个 如果它升了5个 就更加要入 那最近它也涨了很多 而且上面也是没有下货 因为它是新高 那你可以量一下它 它呢 我贪得意 它由今年1月到现在 升了多少 是339% 升了116元 那可以看看它的RA 可以不可以 就是看它的轮动图 这个就是信用光学 那它的RA呢 现在它也是在一个领先方格 而且它是向上向右肥的 那似乎这个呢 它的动力和相对表现 比腾讯更加强 除了这个之外 要看轮动图 看细图 能量灯 有没有蟹货区 其实也要看它的基本因素 那现在进入了信用光学的版 那基本因素呢 你可以看到 我们最重要是看市盈率 这一类公司 市盈率也是贵的 距离中位数 即是高出4.7个标准差 但是你看到PEG 它只是0.48个 一是如果合理值的话 其实它也算是便宜的 还有它在行内 这个预测PEG 其实排第五 就是越高排名 就是股值就越低 所以虽然它的市盈率好像比较贵 但是如果计算PEG 即是growth 计算增长的话 其实市场仍然觉得它是OK的 那可以大家研究一下 这些股份如何使用 这些分析工具 好了 不要说那么多 我们先谈谈市场焦点 除了信用光学之外 还有腾讯今天公布季 还有中芯 中芯昨晚公布了第三季的利润 按季跌了2.8% 按年跌了7.7% 所以昨晚ADR 中芯981的ADR 股价跌了1.2% 留意着 另外刚才我们说一只吉利 东风都公布了季度的 即是销售情况的10月份 头10个月 总计的汽车销量有258万架 按年增长5% 但是股价最近都是一般的 那些西团和领灯 不停地读读读读 最好暂时避开这类股份 好了 除了留意着这些过股之外 我们今天有几只新股挂牌 我们可以看回360的网页 今天有三只新股会挂牌 未有IPO的专业 今天三只新股分别有 双云控股、还羽、物流 和方圆防伏都会挂牌 当然焦点 不止 原来今天还有两只 还有这只 亚洲先锋 都是今天上市 当然焦点是明天上市的二阴集团 明天还有新兴印刷 不止 还有荣威国际 这么多 明天四只 毫量环球 五只 这个是什么 静蓝星 不懂读读 明天四五只新股上市 当然焦点是逆阴 他公布了招股结果 本港公开发售部分 超额认究是560倍 一手的中签率只有1成 以招股价上限7.7定格 明天就会挂牌 至于另外要提到 今天会有几间业绩公布 除了腾讯之外 还有敏华 利彪 以及亚里健康 还有一只石药 今天都会公布业绩 好了 李先生 别再在这里卖广告了 今天似乎 先前就不太相信 后来现在又回信 还有多一些人看 好了 没事了 这个技术问题解决了 我们就重新出发 时间来到9点3 大家好好预备 稍后开始表现 收视之后 留意软型的报道 拜拜